2019年6月17日 德国海军最新一代护卫舰F125型护卫舰的首舰 巴登福腾堡号举行了服役仪式 这标志着该型护卫舰正式加入了德国海军序列 本期视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德国F125型护卫舰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 既可以查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内容 在正式介绍F125型护卫舰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德国海军护卫舰的发展历程 最早是布莱梅级护卫舰 该机舰设计于上世纪70年代 总计建造了8艘 于1982年到1990年间先后服役 到了1990年代初 德国又开工建造了4艘F123型护卫舰 于1994年到1996年间陆续交付 在建造F123型的同时 德国又研发了排水量更大的F124型护卫舰 在1999年开始 陆续开工建造了三艘 分别于03年 04年和06年服役 在F124型护卫舰的首舰 萨克森号开舰之后没多久 德国就谋划研制一种全新的护卫舰 也就提出了未来护卫舰2020计划 并进行了前期的可行性研究 但由于该计划的舰艇太庞杂 技术太超前而被暂时搁置 不过以此为契机 德国新一代护卫舰的建造需求 很快就被提上日程 2004年 德国发布了新型护卫舰的建造需求 预计将在2007年前投入3.37亿欧元 用于研发F125型护卫舰 并在2010年前投入20亿欧元的采购经费 2007年6月 德国签署了4艘F125型护卫舰的建造合约 总价值约22亿欧元 平均每艘造价约5.5亿欧元 F125型的定位与之前的几种型号大有不同 毕竟新时代赋予了它新的使命 2003年12月18日 德国海军最后一艘 吕特艳斯级导弹驱逐舰退役 从此以后 其水面战舰只剩下护卫舰和导弹艇 因此 新颜值的F125型护卫舰 必须肩负起德国海军新旗舰的重任 其次 从2006年起 德国打破了传统的海陆空三军分类 重新定义了军队作战任务 F125型成为了第一种 按照新作战需求建造的大型战舰 正是由于这些时代背景 决定了F125型护卫舰 将不同于之前建造的多款护卫舰 可以肯定的是 它并不是F124型护卫舰的 简单延续和升级 而是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 具备全新的多用途功能 具有很多新特点 用途也不再是简单的反潜 防空 反舰 护航等 而是长期中低强度的稳定作战 中进程对地火力支援 以及特混舰队指挥等全新概念 总之 德国海军希望将F125型护卫舰 打造成一种可以适应多种复杂环境的 多用途战舰 2011年5月9日 F125型护卫舰首舰 举行了开工仪式 同年11月2日铺设龙骨 2013年12月下水 并正式被命名为巴登福腾堡号 值得一提的是 该舰在建造期间发生了阻然层脱落的问题 导致工期延长 所以直到2016年才开始海事 然而在2017年年底 在海事阶段暴露出了大量缺陷 包括右舰倾斜 舰体超重等 不得不返场维修 2019年6月17日 完成维修后的巴登福腾堡号 护卫舰正式服役 比最初预定的时期推迟了约三年 F125型的2号舰 北莱因-威斯特法轮号 于2012年10月24日开工建造 2015年4月16日下水 3号舰 萨克森-安哈尔特号 于2015年1月29日铺设龙骨 2017年5月24日下水 按照计划 该机舰的3号舰和4号舰 将在未来两年的时间内陆续交付 德国海军只订购了这四艘F125型 有军事专家预估 应该不会再继续建造 在舰体设计方面 F125型回归了传统的单体舰型设计 长149.5米 宽18.8米 满载排水量7100吨 基本接近中型驱逐舰的水平 舰体进行了隐身处理 这一点在新一代的海军舰艇中 似乎已经成为了必要的 该型降低了雷达反射界面积 减少了红外辐射和噪音等 主舰桥和桅杆上 军途有可吸收雷达波的材料 由于该舰的任务之一 是长期稳定作战 可以在外执行任务 长达两年的时间 每年要在海上工作5000小时 所以它必须具有高自持力和坚固的抗磨损舰体 F125型特别在桅杆之前 设置了储存舱室 可以存放两个标准集装箱 使用时可根据需要改成储存室 办公区或者冷藏室等等 另外 该舰的上层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重要设备也安装在不同位置 还采用直箱形横材和双层抗损舱壁 都是为了提高战舰的生存能力 舰上可以搭载两架MH-90直升机 用于执行运输或反潜任务 还配备了四艘10米长的快艇 快艇航速可以超过40节 并搭载有12.7毫米机枪 可以执行紧急救援 特种作战等多种任务 F-12五行护卫舰的舰上武器配置也契合其任务需求 和德国海军之前的多款护卫舰有明显差异 该舰的舰手安装了一门127毫米64背景的 奥托梅莱拉L-64LW舰炮 可以发射卫星制导的火山系列炮弹 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000公里 作战管理系统配备了陆上战术图像 以及火炮控制系统 可以指挥舰炮对岸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在应对水面目标时 F-12五行携带了八枚阿舰M-84鱼叉反舰导弹 不过该舰并不是专门的防空舰 主要防空武器是两套RAM-HAS海拉姆进防系统 此外 该舰还安装了两门27毫米MLG机关炮 以及五门12.7毫米遥控炮塔等装备 在电子战方面 F-12五行配备了四套诱饵发射系统 不过该舰并没有配备大型反潜武器 仅搭载一部Cyberus近距离高精度声纳 主要用于发现近海水域的挖人和障碍物等 不过目前F-12五行护卫舰并没有安装垂直发射系统 除了直升机也没有其他反潜武器 舰船的动力装置采用了特殊的柴电燃联合动力装置 可以提供分散式供电模式 以及更安静的航行状态 这套动力系统包括一台输出功率20MW的 一起带动螺旋甲 最大航速超过26节 它的动力装置与其他动力装置相比 更具经济性更稳固可靠 且维修周期更长 能够很好的满足该舰及长期部署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 该型舰的螺旋甲采用的是变距螺旋甲 能够在主轴旋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紧急减速 还能快速进入倒车状态 极大增强了战舰的机动灵活性 总而言之F152型护卫舰不仅是德国最大吨位的护卫舰 也是全世界少有的排水量超过7000吨的护卫舰 它淡化了常规护卫舰反潜防空反舰等用途 突出了联合远征作战和对岸打击能力 在目前新型战舰普遍强化综合作战能力 增加垂直发射单元的情况下 F125型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按照射击用途 F125型将用于执行复杂的海上和滨海任务 进行长时期海外航行和部署 可以应对多种环境 但是武器配置却有所不足 所以F125型的出现 除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外 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 该舰到底能发挥出怎样的作用 仍然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至于它的实际表现能不能达到预计 我们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好了 关于F125型护卫舰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